大家好,我们今次会看财务状况表 财务状况表,理论上就是会计年度最后一个报表 财务状况表显示什么呢? 就是显示一个企业在一个日期内 一日,就是说那天 通常都是会计期末,就是年底那天 财务状况 什么是财务状况呢? 就是看看有多少钱资产,多少负债和多少资本 跟选业表的分别不同 选业表讲的是一段时间的 里面的收入、支出、一段时间 财务状况表只是讲讲的日 某一日 某一日 所以其实财务状况表 第二日和前一日可能情况已经很不同 你都学了我们会计一段时间 都知道我们分了几类账 资产、资本、负债、支出、收入 当然,试算表里面 就会有齐所有账 去看看我们的福息寶 有没有入错 上一集说了 收入和支出入了选业表 亦都讲了给你听 所有账都是会close 即是我的所谓是死了 收入和支出在那里已经完结了 只剩下那三类账 资本、负债和资产 就会在财务状况表里出现 所以通常,尤其是卷一 钱的同学 即是必收的部分 考的时候 他会给你个试算表 给你个试算表 你就入回了 叫你做财务状况表和选业表 你一度做就一度剔数 理论上每一个数 只是剔入一次而已 即是说,如果你发现有一个数 剔多了一次 就已经是入错了 除了一个数例外 等人再说 所以我就叫那些学生 你一定要剔数 譬如消货入了选业表 剔了一次 就不可能在财务状况表再出现 扣货 剔了一次 就不可能在财务状况表再出现 剩下未剔的那些 资产资本负责 全部都在财务状况表 这个后面可以再讲一点 同样道理 如果你有看过上一集 如果我加入选业表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是用直式去做 膠卷去做 但我仍然会和大家讲 T字 即是橫式的道理 就是明解福息保际的部分 因为财务状况表 就不是福息保际的一部分 为什么不是呢? 它一样是有借和贷 借是入什么呢? 借就是入所有的资产 贷就入资本和负债 其实刚刚是等于会计等式 资产等于资本加负债 就是这个财务状况表 所以一定会平的 或者是Balance Sheet 那名字就很出的了 告诉你 什么是Balance 什么是Balance 就是平 两边都平 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 舊人 我们会计读了很久 教了很久 有时候都改不了口 Balance 平不平 是否平 等等 其实是这样来的 即是说 会计担识 一定是要借方和贷方一样 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做错了 当然你说不是 试算表不是check了一次 试算表当然是check了一次 但是你考试的时候 通常就很少考试 就由试算表开始做起 通常是给试算表你做的 那他的试算表当然不会错 对不对 那你发觉你自己做完财务状况 不平数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错 找找自己错什么 这个就是提示 好了 那我就说回 现在开始要讲的事情 就是解释个道理 那些资产和资本 那些负债素数 其实是如何来到 我们这个财务状况表呢 那旁边有一堆T字帐 这里有一堆T字帐 我只是说 举例说而已 其中一个是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大家都常用的 那记住 我之前讲几套片 我忘记了有没有讲 不要再那么懒 不要再那么懒 就是写 银行 不要只是写银行 一定要写银行存款 因为某一年呢 就说 那些markers 就是marker meeting 就说过 不再接受用银行 那一定要银行存款 所以你又要写银行 就不行了 以前我也教学生 只能写银行 好了 银行存款 就是资产帐 借加贷减 那我们又入了很多钱 又提了很多钱 等等 那这些钱呢 到年底了 那我们就会结算一下 余额转一下 那就是剩下七万八元 那这七万八元呢 就不会因为十二月三四一号 就不见了 它会带下去 下一年继续用的 如何去结评 就看回之前 教结评那段片 那我就是想说 那些钱 会继续用下去 不会消失的 资产资本和负债帐 和收入帐和支出帐的分别 就是说 到了连结的时候 它是不会死的 不会close的 它会继续延续生命下去 直至资产或者负债没有了 或者公司倒闭 是很大的分别 之前上一集说的 资出和收入 其实是会到一年尾 那些所有的资出和收入帐 会清算一次 到下一年会开新的 但是扣资产和负债帐 是不会的 它不会因为我们连结而消失 你这78000仍然都在你的银行户口 好了 那我们怎样搬到财务状况表 你会发觉 见到 这个资产像 如一乘上 在借货 78000 银行存款 都是放回借货 这个并不是福息宝的一部分 它并不是一借一泰 你不要说 哎呀借货 扔去泰那边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说 但是泰那边死银行存款 死得人多 它就这样抄 我们抄 跟财务状况的方法是一样的 所以记住 财务状况表 并不是福息宝的一部分 你更加不要跟我说 哎呀不是呀 如一转下便是借 就是一泰 一借一泰 不是的 我上一段影片说了 我们说 借方如一泰方如一 重大是看成上 不是看转下的 行不行 所以你要小心搞清楚 这件事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付债 应付账款 或者应付货款 我们借了人钱 买了这些货 升一扣 那又 入货 又还钱 那我们剩下晚一元 就未还 那这个借货 不会因为你会计年度结束之后 跟着就是 没有了就不用还钱 那么开心 所以你发觉 仍然是存在的 下年要继续还钱的 那 好了 跟着呢 你要看回那个情况 一样 这个是泰方 应付货款 负债 亦都是在 泰方 是抄过去的 抄 那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选业表 和财务状况表 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明明我说什么 所以呢 这里就解释给你听 不要有人问你 喂 那其实他们是不是 複式补几部分 或者这些数字 怎样过来过去 那你现在 起码有少少的idea 那你就看回直息了 直息就是我们经常用的 一样 跟算益表一样 公司名称财务状况表 哪年 哪月哪日 你看到日期就简单很多 没有什么 自什么子年度 通常 初初学的人 是混乱了 无端端和人说什么 截截止年度 混乱了 不是 因为这只是其中一日 这日 就是某一日的财务状况 明天已经不是 可能银行提了款 或者入了钱 已经不是 所以千万不要混乱 而且这里也值半分 一定写得清清楚楚 那如果卷一来说 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为什么 你没有考折旧 没有考这些东西 那只是成本一行 但是如果你卷二后面 你学完折旧 你就知道 成本和折旧 有什么关系 那这里我不拆开说 那你又可以看回 其他片 那个 急救系列 有六集都说折旧 那 那 你会看到 如果你是属于 会计主收的同学 那你就要留意 如果不是 你纯粹拿这个数 这行数 成本的行数 计算就可以了 那就没问题了 如果不是 你是会计主收的同学 那你学到后面 就有正值这行 那这里 就 后面再说 总之 这些非流动资产 就放在顶上 接着 就有一批流动资产 你看到 我格式 选择得比较清楚 没有数字 等于 我都会全部选择 可以选页表 你会看到 消货成本 其他收入 其他资产 全部都会 underline 等自己 不会容易 写错位 因为昨天一集都说过 很多学生 在单行纸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写一写一写一写 全部移位 鬥鸡眼 还是上下眼 那么 最惨是 你移了一个 全部移了 就全部错了 那你就 一只创满盆 加垃圾 那时候就很惨 所以呢 让自己不要出现 这种情况 我都会清楚 显示到 那流动资产 有些什么呢 存货 这个存货 就非常之特别了 刚才说过 叫你们拿着个试算表 就需要take数 逐个数去入 但是存货 就不 不是那么简单 存货 是一个 take两次的数 考考你们 虽然我听不到 你们回答我 那你觉得这个存货 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看上一集 你发觉有其初存货 和其末存货 那现在这个只用存货 那究竟是其初 和其末呢 你可以自己回答自己 那 那 你就 你想一下 我们现在的日期 这个财务状况 哪有什么时候做 通常是会计年度 的年 的末 即是年尾 所以这个存货 是说 奇末存货 奇末存货 这个数 是很特别的 如果题目给你 其实它不是在 试算表里面 那 但是它一定会在其他地方 给你一个 期末存货的数 这个数 要入两次 一次是入到 试算表 的消货成本 减期末存货 一次 第二次是入到 存货的位置 因此是在说 奇末 不要入到其初的 那 至于存货是怎样 算出来的呢 是 一个学问 即是 背后的理念 是什么呢 那就要拍一条 片 未出的 遲些再教 什么是存货 很多老师都没有教的 但是 如果你纯粹只是 教这个财务状况 你记住 这个存货是在说 其末存货 接着有些什么 应收货款 就是 人家欠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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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外账准备 我都讲过了 上次讲过就是 留回卷二那些说 但是外账准备 如果你学过 记住 除了 存货要入两次 外账准备也是 不过 这里不拆开说 有些预付支出 即是你预缴了这些费用 你应该应收的收入 有些人应该出钱给你 但未出给你 总之欠你钱 其实这些人也是欠你钱 这两个都是卷二的 看回这个 这个急救系列有说的 如果你纯粹看字面 总之你就预缴了一些东西 预缴了服务费 应收的时候 有些人未出钱给你 总之全世界欠你钱的东西 都会放在流动资产 银行存款 和现金 这些都是很经典的流动资产 但是摆位上 其实是有些要求的 摆位 其实我都经常教学生 去记的 你说要记的 其实是严格来说要记 摆位是怎么摆呢 为什么要存货行第一 条件就是越流动 越流动 放得越低 什么是越流动 就是越容易变回钱 变回钱 就放得越低 你看一下 现金本身是钱 当然最容易变钱 放最低 银行存款是你的钱 不过只放到银行 你要去变钱 去按钱 应收收入 预付支出 和应收货款 都是人家欠你的 人家欠你 人欠你 道理在你 你是有权拿回 但是 你没有去银行 按钱 按得那么快 或者银包拿出来那么快 人家都要还给你 才行的 所以某程度上 已经是没有那么容易变到钱 但是始终人家欠你 始终要给你的 告上法庭 你也有道理 好了 买得最前 最难变钱的 就是存货 因为存货 是最难变钱 为什么呢 人家的客人 不是一定要跟你买东西 也不代表这些货 一定买得出的 所以存货是最难变钱的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你要急于变钱 很多时候存货是要减价 所谓跳楼货 要钱不要货 那只 大出血那些 所以存货要变钱 是相对其他 是难 所以他放第一 所以呢 流动资产是存货 应收货款 预付支出 应收收入 银行存款和现金 那你就不要这么挑剔了 那这两个是哪个 才无所谓 这两个其实差不多 一样而已 但是银行存款和现金 就是放最后 好了 那这个就是流动资产的摆法 好了 接着减流动负债 减流动负债 减流动负债 这里很搞笑的 这里特意记得 减流动负债 减是什么呢 是所有的流动资产 减所有流动负债 它主要是这个数 要出这个数 这个数 先跳过去 就会出现 营运资金 这两个是减 互减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 橫式 T字 是出不了的数 因为营运资金 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学下去 就是告诉你 你这间公司 够不够钱 去应付债项呢 流动资产 减流动负债 如果是负数的话 那你就大事了 那些叫资产 不抵债 资不抵债 就是告诉你 债主临门 你这间公司 就被人清半了 所以一定是正数 而正数得来 理论上最好就是 一倍 二比一 即是两元的资产 cover一元的负债 否则你这间公司 就是流动性的问题 即是说 所谓不够钱 年金周转不灵的意思 那么这个 这个数据是很重要 是直式才输出来 横式输不了的 什么呢 那负债就是什么呢 那些 那些 例牌东西 应付货款 你帮人买货 你未付钱人的那些 例牌 然后预收收入 你收定些收入 但是未提供服务给别人 应付支出 你应该要交费用给别人 用了别人的水 未交水费 欠人 总之就是欠人 你欠人 其实就是 你欠人 你欠人 好了 银行透支 透支是什么意思 你银行存款里面 拿多个你应该拿的钱 你银行存款只有1000元 你拿了1500元 那你就多了500元 那透支 要是一个短期借贷 所以呢 这些就负债了 那搞了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觉呢 就会出了一个总数 那其实 你觉得负债 其实调了一行 调了过来 所以就变了减 那个等息 会计等息 会计等息 资产等于资本加负债 本来 那负债 现在调了去资产那边 就变了减 好了 下层有些什么呢 就简单一点 资金囚操 有些什么呢 资本 主要是资本 那年头的资本 那 看看赚钱还是蚀钱 那因为赚了钱的话 你的资本应该是多了的嘛 蚀了钱 说明是蚀本蚀本 那就减了 所以这里有个正数 或者负数了 好了 提用 提用 开头都可以教过一下 我忘记再有没有讲过了 就是呢 公器私用 什么公器私用呢 喂 赚了这么多钱 老闆都要拿钱去享受一下 就是拿走公司的钱 自己用 叫做提用 那资本呢 那时候应该有讲过 就是私器公用 老闆的钱扔到公司用的 为运作公司的私器公用 那所以呢 提用就调回 调回 那有 稍后再详细讲提用的帐 那这里简单来说 就纯粹是资本拿走了 资本的减少 接着呢 非流动负债 这些长期的负债 那呢 就加上它呢 其实在旁边的X 那我这里 那 就有个总数 理论上这两个呢 是相等的 相等 那你就做对了 那可能有些同学就会问 这个10%的负债 为什么呢 10%是选择 那个负债的年利率 年利率的意思 比如15%就写15% 20%就写20% 那一定要写在这里 这个负债的 非流动负债呢 也 超过一年才能还 超过一年才能还 如果它一年之内还 那负款呢 就会变回流动负债的了 那其实 其實我這裏也打漏了少許的東西 這裏的貸款,我寫在這裏 10%貸款,你應該後面要還 可能什麼時候上還的,可能2030年還 你就知道,今年是2020年,還有10年才還 那一定是非流動負債 但是這個貸款,假設今年已經是2029年 這個貸款還,但是它就要轉 它由非流動,在這裏說多一點 非流動就變成了流動 那個位置就要放在上面 就要放在這裏 這些就要考,其實考你什麼 你的概念是否清晰,是否聰明 即是它一直可能是2030年,10年後才還 那就繼續是非流動負債 但是去到2029年,它是在一年要還的時候 就變成了流動負債 因為是考考你的流動負債和非流動負債的定義 說回這裏先,這裏 平了數就證明你的財務狀況表 就做對了 如果你捲一的話,你做平了數 理論上應該95%應該都對 但是如果捲二就未必了 這個就叫做財務狀況表 我們看公司賺錢虧錢,就看選益表 看公司會不會負債過多 有沒有值錢的資產,就看財務狀況表 這就簡單來說 就由我們 怎樣去交易,開T字帳,結評,做試算表 計算益表和財務狀況表 叫做一個簡單的會計 由始至終講了一次 多謝大家收看,下一集再見 好,拜拜